勇士能不能超过胡仁呢 目前看基本晚了 因为胡仁队这玩意就怕大明星 总是进进之处影响球队 角色出现的感觉状态 总是得出现调整 包括战术安排啊 你是否打的足够习惯呢 罗布朗詹姆斯年轮到了 常位不太好 休战了一场 但是休战了一场回归之后呢 球队势头就断了 之前原本胡仁队打出一波长连胜啊 打出一波高潮 说是全队重置成长 并且呢 塞击最后阶段 因为胡仁队全年下来呢 经历了好多赏兵 包括那个雷迪斯之类的 范德威尔特 后来好不容易呢 就是全员差不多齐整 磨练磨练 就彼此之间的默契 仰汉呢 已经要打出 就是赛季结尾阶段 这种大家彼此之间 依靠的感觉了 但突然之间呢 又是炉醉冰窍 现在呢 这个胡仁队 还是有问题吗 就大家还得磨合 但是磨合呢 没有多少时间了 再考虑到胜利这场比赛啊 胡仁队面临的难度呢 都挺大 哪怕说 就是打灰熊这种 已经是白烂的球队了 但是往往白烂的球队呢 他们在赛季收尾的时候 因为考虑到 其实赛季收尾的时候 跟其他那些 主要的白烂竞争者 彼此也已经拉开距离了 就是我要想 整个状元呢 也很难 在这个选秀小年 没什么真正的状元 就是那种 独一无二的 非他莫属的 那种选秀选项 值得大家整破头 所以赛季受关阶段 很有可能 就是一支哪怕说之前 战绩表现拉跨的球队 也会拼尽全力 争取让这个赛季呢 有一个昂扬向上的 精神饱满的状态去收尾 因此胡仁队 剩余赛场啊 比较艰难 勇志呢 现在正是势头上 而且全员都比较健康 齐整 史特沃克尔对于库里的使用 日渐开始 根据比赛具体的变化 做出了有效的调整 包括刚刚打完这一场库里 下场 按正常科尔的尿性 以往那会儿 通常是第四截 怎么不得打个四五分钟之后 然后再让库里上啊 结果呢 这一场仰看形势部队 勒棒詹姆斯上去之后啊 接连追粉 科尔一个调整烂牌了 库里只先两分钟 立即批刮上阵 进而呢 一举止住了对方连续的攻势 勇士队得分谎也得到缓解 这个科尔嘛 另外就是勇士队九人轮换 目前也已经方案既定 首发五人组 大概就是水花兄弟 仍然是作为首发之争 配送德朗姆德格里 以及能防的维巾师和TGD 板凳 波吉姆斯基 克里索罗 再加工具啊 以这三人为主导 首发配顿呢 零行来安排 十分八分的出场时间 基本上就是这九人轮换了 穆迪呢 就看球队需要 比如出现些伤病之类的 穆迪再递补下来 平时的话 穆迪今年呢 基督赛 基本上没有太主要的媳妇了 所以勇士暂时呢 是经历了一整个赛季 不断的摸索之后 总算找准了方向了 而胡人队 现在多少个点 在线迷途 因此两队 现在看这个前景啊 已经是一高一低了 趋势很明朗 很明朗 趋势很明朗 胡人队 争不过勇士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